2018年7月11日左右,国外社交媒体网站上出现了一张台风战斗机编队飞行的照片,其信誓非常灰红。 在这张照片中,编队飞行的台风战斗机,有足足一百多架,2018年7月11日,英国空军举行建军一百周年活动。 那么这个大编队是不是真的呢? 其实这只不过是英国Potion Pictures图片公司的一花节目。 2018年7月10日当天,英国空军的确派出了比较大的台风战斗机编队,但没有这么多。 只有22架,它们组成阿拉伯数字一百字样,从轮动的上空低空飞跃,以此来庆祝英国空军创建一百年。 Potion Pictures图片公司为何要这样做? 其实同事界北有关,今年英国虽然在半决赛中以一比二西白鱼克罗比亚队,但是它却能再次打入四墙,让英国足球告别的迷茫。 是Zerilio这首名曲很快也在英国荣登流星报第一名。 Zerilio这首歌曲中,有多句重复的歌词都是Expo Me Home, 而Potion Pictures图片公司通过后期加工出的台风战斗机摆下编队照片,就是现实的这个字样。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,足球回家了,英国足球终于可以重振雄风,抛开世界杯。 还有一点让网友不禁要问,英国空军有没有出动一百多架台风战斗机的能力呢? 理论上说,英国空军拥有148架台风战斗机,其中处于现役状态的有126架,是有实力组成这样的编队的。 但是,如此大的编队,需要很强大的组织和系统能力,要凑出这么大编队,难度可不小。 其实不要说一百多架台风战斗机的大型编队了,就是这22架的台风编队,也非常昂贵。 如果算上研发成本,每架台风战斗机的单价是1.25英镑,22机编队也就意味着27.5英镑。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242.6亿,而且,这种三代机的价格已经超越四代机。 编队飞行的台风战斗机,英国足球回归了,那么皇家空军有没有回归了?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,英国由于海外殖民地的丧失,经济实力一落先帐,再也养不起如此庞大的空军。 虽然战机技术水平不差,但规模已经缩小了非常之多。 从地面上排到的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斗机编队,考虑到任务周期,训练,不适合维护保养等因素, 实际上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很难拿出百架战斗机的密集编队了。 英国空军的百架战斗机大编队飞行之梦,则只能借助于Potion Pictures图片公司这样的机构发挥P图技巧。 随着航空工业广泛参与到了F-35战斗机的研发建造之中,英国能不能继续自行建造完整的战斗机,目前仍然存在疑问。 近日,英国拿出了自己的新一代战斗机方案,但是,欧洲研发成本,越来越贵以示不争的事实,在现实面前,英国可能放弃这个方案,继续搭美国便车,到那时,连战斗机都不能自己造的国家,还是空军强活吗?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